大家好,我是Paul,週遇到週五英文啟讀 And Merry Christmas by the way 我本來打算這個聖誕節的這個影片 我本來排好的是叫Stacy's Mom 那後來我今天在錄下一週的影片的時候 突然想到我Christmas沒有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那正好Fall on Friday正好就掉在禮拜五 那既然是禮拜五的話 我們正好要講這個比較粉紅色的東西的話 正好這邊就有兩個短篇故事 還非常的有這種Holiday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是太棒了 OK真是太棒了 我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戴聖誕帽 好,所以我想起來我家裡一直有一頂聖誕帽 那或許我每天都可以把它拿出來溫習一下 這麼cheap都不用買新的就是 Anyway 來,所以我們今天有一點過節的氣息 那我們來看這第一篇 到底為什麼說它有一點點節慶的感覺呢? 好,所以它的標題是 Those three words 那三個字 那下面小標題 There are times in one's life when they should be said 所以在人生中 有一些時刻 是他們應該要被說 那三個字 哪三個字啊? 好,我們來先把一樣先讀完給你聽 Jenny swung her legs and straddled Melissa in one quick move Their eyes searching, arms outreached Jenny decided to say those words for her I love you too 恩 Alright 好,所以來再看一次 Melissa Craft Up on Jenny 這個Craft Up的意思 它原型是creep 那你都知道 Radiohead的電台司令有一首歌叫做creep I'm a creep I'm a weirdo 那不講這首歌 creep是鬼鬼祟祟的東西 OK 鬼鬼祟祟的東西 那動詞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偷偷地去接近一個東西 鬼鬼祟祟的這樣子 那尤其它後面接的會是 You creep up on somebody 悄悄地爬上一個人的身上的概念 我們常用一個現象來說這個動詞片 像人的灰頭髮越來越多 白頭髮越來越多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用一句英文說 Is grey hair creeping up on you? 然後賣你一個染髮器這樣子 是否白髮慢慢爬上你的頭呢? Is grey hair creeping up on you? Creep up on somebody? 所以這裡說Melissa偷偷地悄悄地走到Jenny這邊 她的包包packed and resting on the edge of the bed 這裡我個人讀了幾次 我覺得這邊需要解讀 真的不好解讀 看來半天我大概會說 我最後的解讀是這樣子 就你看看這裡有一個her bag 她的包包 打包好好的 然後躺在這個床的邊邊 Her bag Whose bag? Melissa的還是Jenny的包包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包包打包好 然後躺在床旁邊 What? Right? 可是你看到 Melissa crept up on Jenny 是Melissa悄悄走到Jenny身後 所以你覺得包包是誰的? 我個人認為是Jenny Jenny回家 那我剛特別說這個有點Christmas的感覺 為什麼? Jenny回家嘛 對不對? OK? 所以Jenny可能在外地工作 聖誕節回家 所以有一個包包帶著啊對不對 那回到家 然後東西擺好 東西還放在 包包還放床上呢 還沒有unpack 那這時候Melissa 從後面走進來 然後包住她 所以我猜bag是Jenny Jenny是旅人 回家這樣 好所以 那再看下去 He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所以眼睛充滿了淚水 Cautious arms wrapped around Jenny's waist 為什麼要Cautious? Cautious是小心 所以要手臂小心的繞著Jenny的腰 and put her to the bed 然後把她拉上了床 這樣子 可能是就很久沒見了吧 遠距離戀愛之類的 不曉得 那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他們應該可能是lesbian 這樣子 好所以拉上了床 Those three words clung to Melissa's lips Like her life depended on it 所以那三個字 掛在Melissa的嘴唇上 彷彿像她的人 她的生命都depended on it 這個我用中文解釋不出來了 來讓我用英文這邊說一下 這個片語是 Like誰的life depends on it 他的片語是這麼長一串 但你前面需要接一句主持動詞 還可以 所以像是你的命掛在上面一樣 If your life depends on something 如果你的命得掛在一件事情上 表示這個是很重要對不對 你得把它做好才行 所以我們如果掏一點內容進去 你可以說 假設今天我 我被人家槍殺好了 被一大學人拿開山刀砍好了 我就在那跑 跑跑跑跑跑 那我在這裡跑的時候 我的奔跑是不是 我的命真的是得依靠這個奔跑才能掏得開 這沒錯吧 所以 I'm practically running like my life depends on it So that's actually not a good example I guess because my life really depends on it 那我換一個好了 換一個好了 呃 我不要講 我不是很想講Coby 不過我腦袋中就浮現這個例子 Coby Bryant 你知道嗎 他曾經有 有通姦過 通姦罪 那結果呢 那就被媒體爆出來什麼幹嘛 那女生自己去舉報他嘛 然後他就承認了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會想說 Coby會不會被 因為強姦罪而被定罪 定罪可能要坐牢 他的運動生涯毀掉 所以在還沒定罪前 他那段時間就打得超級努力 表現非常好你知道嗎 可是觀眾不是很買單 因為覺得他是強姦瓣這樣 那 那 你就可以說Coby is playing like his life depends on it 這樣你這樣比較有懂嗎 OK 那打籃球打得好像他的人生 depend on 他一樣 事實上他的人生沒有 depend on 籃球 是 depend on 他會不會被告 可是總之啊 他希望藉由比賽 來去轉移他的注意力吧 或是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anyway so somebody does something like his or her life depends on 所以這個expression很常聽得到 你在做這件事情 仿佛像是你的命得靠他才能撐得下去一樣 OK 那或許我可以再用一個更 再極端一點的例子好了 這樣 例如說 我再換一個 這個 對不起 腦袋轉得快的時候有時候 listen to me like you've never listened to me before 我覺得這個語氣跟剛剛上面這句有那麼點像 這個就是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講話很重要 就你給我好好聽著 你好好聽的態度 就彷彿像是你這輩子從來沒有好好聽我說過話一樣 這個中文我不知道對你來說有沒有make sense 可是這句話真的你會常常聽到美國的人這麼說 英國的人我不曉得 真的真的 就是英式的英文會不會有 但是美式英文是很常有的 你甚至可能在電影影集都有聽過 so listen to me like you've never listened to me before listen to me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me 我甚至可以這樣替換 好像也都還有一點點重疊的意思 好啦 所以這一點額外的補充 希望你有聽得懂 應該也沒有說多難 我有時候都覺得我overexplain它了 所以這邊回來的 這三個字掛在Melissa的lip上 仿佛她的life depends on 一樣 but they wouldn't fall couldn't fall 她就說不出來 為什麼說不出來 why the disguised meaning 他們的這個 disguised就是有喬裝 所以他們所喬裝出的這個meaning是什麼呢 就她把這三個字換 轉換成了他們兩間的動作 a lock of hair tucked behind Jenny's ear 這個a lock of hair就是 就是一卷頭髮這樣子 那一戳頭髮把它tuck behind Jenny's ear 女生會把那個頭髮撥到耳後有沒有 這個動作就是在講 把頭髮撥到耳後 tuck這個字 那tuck還用在像例如說 褲子塞到 你把上衣塞到褲腰裡面 那個就叫tuck in 所以tuck behind 耳朵嘛 behind你的耳朵 耳朵的後面 so you tuck your hair behind your ears 這樣子 所以這三個字變成了 把頭髮往後撥 這三個字變成了很溫柔的親吻 tender kisses 這三個字變成了很感性的觸摸 send your touches 這樣子 這些全部 但是這些都不能夠取代第三個字 all were no substitute 所以都藏在這些動作的背後 所以 their disguised meaning 藏在這些動作的背後 可是都無法取代 所以這時候 然後Jenny 就是剛背包那個人 swung her legs and straddle Melissa in one quick move 所以她把她腳啊 抬起來轉了一下 然後 然後 straddle Melissa 就把那個 Melissa 這樣子扣住了 這樣子 ok 用一個很快的動作 把這 Melissa 給扣起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眼睛互相尋找了彼此 their eyes searching arms out stretch 手臂這樣子 這個反正就是在抱著 這樣子 那Jenny decided to say those words 那Jenny決定來替她說 她說了什麼呢 不是三個字喔 Jenny說了 I love you too 因為Jenny知道 Melissa在用動作 告訴她 I love you 所以她回了她是四個字 而不是三個字 但你懂她意思 所以總之 Melissa說不出來的話 就是I love you 所以這裡並沒有把它寫出來 but you know 好 所以這是第一篇 那第二篇我覺得其實更棒 只是她可能比較不需要 這麼長的解釋 這一篇的標題叫做 One Wife on Christmas Eve Christmas Eve就是 你知道聖誕節的當天 就24號的半夜 跨到25號的早上 那有這麼一個老婆 在聖誕夜 聖誕夜的一個太太 好 看下來 它沒有小標題 我這邊有一個 Authers的note 就是大家聖誕快樂 好 很快把它看完齁 Snowflakes serenely float As I settle on the window seat The scene reminds me of his fingers Lingering while drifting down my nakedness As the night unfolds The flurries paste hastens Clumping together coating the window My pulse quickens I envision our entangled bodies Dripping with need Racing toward TuanTingZu Insecurity disrupts my arousal As thoughts spiral around those He's eagerly pleasing throughout the night In time A single light illuminates the sky The jealousy recedes And Christmas joy returns His home Santa knows all And spanks me for my pouting But his fuck reassures me His wife That is mine 這故事真的很有趣 很棒 我好喜歡 來開頭 Snowflakes 就是雪花 嗯 事實上Snowflakes 今時今日的一個 額外的用法 就是說你這個人玻璃心 所以我們中文的玻璃心 英文不叫做什麼 Glass Heart 不是 就是Snowflakes 因為雪花就是你知道 很容易碎掉 很容易溶掉 這些不容易保持形狀 Snowflakes 好 所以雪花 Serenely 呃 最近有個老師 呃 林軒老師 他說他很喜歡一個字 叫做Serendipity 就是 沒有約好的 然後很自然的 很碰巧的發生的美好事物 叫做Serendipity Serendipity 就你今天走在樹林間 突然間 呃 幾片楓葉掉到你面前 然後甚至排成一個愛心形狀 這不可能的 神經病哪有這種可能 但總之啊 就是你走一走 然後突然間看到 喔那邊有兩對鳥在相愛著 這邊有兩隻狗在相愛著 然後這邊有一對情侶在互相親吻著 喔這一幕都非常的 Serendipitous 欸還有形容詞 Serendipitous 所以就是很碰巧的發生的美好事物這樣 那所以Serene就是美好的其實 所以Serena這個名字就很棒我覺得 因為它就表示是個美好的概念 Serene 所以Serene這樣子 那如果名字的話 Serena 好啦這樣懂 所以Snow fake flakes 很美的 Serenely float 飄著 當他 As I 當他 Settle on the window seat 所以他坐在一個窗邊的椅子 然後看著雪花飄 沒問題 The scene reminds me of his fingers 所以這個場景 提醒了這個主人翁 他的手指頭 有一個男生的手指頭 所以提醒了這位人 男生的手指 那這個手指 lingering while drifting down my nakedness 所以linger就是滯留著 我們有講過這個字 linger 滯留著 所以又滯留著 而同一時間drift就是飄 飄下去 所以剛剛講雪花飄 所以這個男生的手指飄 飄下他的赤裸 drifting down my nakedness 第一段懂了 所以當這個晚上 當這個夜晚unfold 所以fold是折起來 unfold就是打開 所以隨著夜晚打開 所以我一直很喜歡unfold這個字 一個故事現在展開了 那個展開你就可以用unfold這個字來說 很不錯 所以隨著這個夜晚開始展開 the flurry's pace hastens flurry這個字 就是飄雪 ok小雪在那飄就是flurry 這樣子 雪花飄著 所以flurry的速度加快了 hastens這個字就是變快 ok hasten t不發音 clumping together clumping together 而這些雪花你知道 如果氣溫沒有那麼低的話 雪花是很容易融掉的其實 那雪花融掉就會黏結成一塊一塊 所以clumping together sure 然後就把這個窗戶 仿佛加了一層漆一樣 因為白色就黏在上面 所以他用了coat這個動名詞 或形容詞來說 非常的美 so clumping together coating the window 好一樣在描述景 那這時候下面說 my pulse quickens 這時候他的脈搏卻加速 well 也不用卻啦 因為前面講到flurry加速了 他的脈搏加速 好像也蠻合理的 因為都是一起的嘛 so i envision our entangled bodies 所以他現在就想像著 想像這個字不見得要imagine envision也不錯 vision是視線 你加個in在前面就是他能夠 視覺化這件事情 所以那就是想像 所以他envision他們的 纏在一起的身體 tangle這個字就是纏在一起 tangle 加個in在前面就是動詞 entangle就是把東西纏在一起 加個d在結尾 就變成是被纏在一起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身體被他們纏在一起 or i envision our entangled bodies 沒問題 而且身體還留著 drip這個字就是水啊 就沿著一個東西這樣留下來 drip 這樣子 滴滴一滴一滴的水 也可以是drip這樣子 ok 所以他們的身體 drip著 need desire這個字也不錯 其實他沒有用 dripping with need 而且衝向一個什麼終點 raising toward 突然間文章在這裡停住 下一段接下去 突然間他的這個想像 這個invision 就被打斷了 為什麼 因為他突然間有了一種不安感 insecurity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是誰 如果你剛剛還沒聽到我唸第一次的話 他有一點不安感 insecurity disrupt my arousal 所以arouse這個字就是有那種 情緒的那種起 尤其講的是像性欲類的 我們會用這個字 arouse 所以arousal就是他的名詞 ok 所以像我如果講sexually aroused 就是在性方面興奮 男生的勃起或之類的 sexually aroused 所以sexual arousal 變成名詞也很沒問題 性興奮 sexual arousal 所以他的 insecure 就是不安全感 突然間打斷了他的arousal as thoughts 當想法 圍著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以他想到一件事 這件事情就圍著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突然間心欲被打斷 那這想法是什麼 所以spiral around spiral就是這樣 轉圈圈就是spiral 所以他的想法 就圍繞在around those 這個those就是those people 那些人 those people 怎麼會有一些人呢 好你要先把他看完 所以當他的想法圍著那些人 這些人幹嘛呢 he's eagerly pleasing throughout the night so he這個男生 正在很渴望很迫切的很eagerly ok 這eager就是很渴望 所以他很迫切的渴望著 正在取悅著那些人 he's eagerly pleasing those people throughout the night 就是整晚 throughout就是在整個過程中 所以這個男生啊 在整晚努力著取悅著一些人 所以這個男的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這個女生會覺得有不安全嗎 所以這個不安全感 他想到了這個男生在取悅著這些人 他就有不安全感 他就打斷了他的arousal 這段寫的這樣有懂齁 再讀一次給你聽 insecurity disrupts my arousal as thoughts spiral around those he's eagerly pleasing throughout the night 但是經過了這段時間 in time a single light illuminates the sky 所以時間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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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有一道光 a single light 照亮了天空 illuminate就是照亮 the jealous sea recedes 所以忌妒的海洋 退潮了 所以receive這個字 的確潮汐退潮 往後退的概念 那他jealous這個形容詞加一個c海洋 所以忌妒的海洋 退潮了 而聖誕節的愉快回來了 Christmas joy的歡愉回來了 他回家了 he's home 他是誰 聖誕老人 啊OK Santa knows all 聖誕老人什麼都知道 然後就打我 spanks me 為什麼 因為我在堵嘴 他用到pout這個字 就是 嗯 pout 為什麼這個字 用在這個故事裡特別有用 聖誕歌那麼唱的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什麼什麼 你最好不要pout 所以裡面就有pout這個詞 就小朋友別堵嘴 因為聖誕老人要來了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所以他就打我屁股 因為我在pout OK 所以聖誕老人都知道 我在pout 然後他打他 but his fuck reassures me 但跟他發生的f這個字 卻又擔保了他 確保了他 reassure了他 他是誰呢 他是聖誕老人的老婆 那reassure了一件事情就是 聖誕老人是我的 that he is mine 那前面講到的這個 努力討好的那些人是誰 你就知道聖誕老人送禮物給孩子 所以聖誕老人想讓世界孩子們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到處送禮物 他老婆在幹嘛 他老婆在家裡面等著 想著等一下怎麼跟聖誕老人打炮 然後想著這些 insecurity 還disrupt她的sexual arousal 多麼有創意啊 所以這個故事真的是 應該就是我們今年做最棒的一個故事 我們就讓她做一個今年的結尾 下個禮拜是stacy's mom 我說過了 too bad 沒有這個精彩 我可以先告訴你 Alright 好 那我們大概沒時間複習了 我們今天這個講亂場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故事 那就讓我在這邊也跟大家說一句 Merry Christmas